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學校主要的研究工作 就是我負責的創作就是 我對付一些生態學家或遺傳學家 他們把各式各樣的問題 想要解決的問題 跟他們的收集的數據發漏給我 然後問我們說 我們該用什麼樣的方法解決他們的問題 第一個步驟就是 他們問題來了之後 我就把我們實驗室 發展的統計方法 丟回他一堆數學公司 很可惜因為我們的領域不太相近 所以生態學家或統計學家們 或遺傳學家們就是 看不懂我們統計公司怎麼用 所以我們就進一步 我們就用R或是用C 寫一個國文給他們用 就說你把你的資料整條 丟到這個防水裡面 運算出來的答案就是不一樣的結果 然後怎麼解釋 容後再一 可是他們還是沒有辦法 因為畢竟背景不同的關係 所以他們真的要學習程式 使用程式是非常困難 所以最後呢 我們實驗室為了推廣我們的方法 最後就是想出我們用 透過寫出一個webapps的方式 透過點選的方式 讓他們使用我們的軟體 然後進一步可以有利於 一些生態學家或是遺傳學家 進行統計的分析工作 那為什麼我會選擇 Shiny以及跟大家介紹Shiny 基本上Shiny的 它的應用方式就是 它其實是一個專門用來看 開發webapps的一個R套件 它的結果大概就像下面這樣圖的樣子 左邊就是一些 你的input的一些功能 然後右邊就是output 所有R可以幫你做 計算的所有的結果 那選領基本上是 支持三種主要的輸出 就是表格式的輸出 圖片的輸出 還有R計算的output的輸出 那選領好處的是 它可以完全透過R元賺錢 你寫一個網頁 因為你不需要了解HTML 你不需要知道CSS 你不需要知道Graph 如果你懂得R的話 你可以很方便的 透過少數的方式 就建設出一個漂亮的網頁 那Shiny有什麼樣的特色呢 其實基本上Shiny並不是一個 在R裡面第一個用來建置 網頁應用程式的一個套件 可是它卻是目前被公認出 是它一個最簡單的 最方便醫學的一個套件 而且呢 Shiny還有一種好處 它是一種reactive performing 它的意思就是說 它是一種即時反應的套件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當你輸入某一個特殊的參數的時候 你的output會即時的反應到這上面的結果 你不需要透過一個 你把參數設定好之後再按一下確定 它才會輸出一個結果 這是這個Shiny其中的特色之一 然後就像我剛剛說的 其實Shiny完全不需要透過HTML CSS之類的方式來建構 而且可是呢 它同時也支援了這些東西 對 那更重要的一點 它的TML就是Shiny支援 TWR的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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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TWR的固域固域固域 其實在去年Costcap已經有兩者介紹過 它就是一種方便於網頁設計者類 製作網頁的固域固域固域 它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你透過Shiny設計好的網頁之後 你不只可以在一般的電腦上面看 你也可以在手機平板上面 你也可以看 因為它透過FullSribe的固域固域固域 你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上面 都使用這個Web Application 接下來下一個問題就是 我要介紹Shiny如何使用 基本上呢 Shiny在你進入R的時候 你只需要安裝好Shiny這個套件 然後引入它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執行 執行它預設的例子 那這個例子呢 這個是 這其實是我把它放在某個網路的Server上面 然後透過iFriend的方式 點進來的樣子 那這個例子簡單講說 就是你隨機生成一個 給定一個樣本柱 你生成一個 生成一個 生成一個 分配 然後分配畫質 那你可以看到 我改變我的樣本柱的時候 我的圖會跟著改變 然後 然後 它意思是什麼 就是 正式專領的特色機 它是一種即時反應的 你只要一改變參數 它就會 你的網頁輸出的結果 就會跟著改變 那我們可以基本上看到 這個酸領的結構 酸領主要的結構就是 你就是 這邊是它的開頭 左邊就是你的Input的一個setting 右邊就是Output的setting 那酸領的基本架構可以分成 它有兩個.R檔組成 點R檔就是 R 寫作R裡面的一個基本的 基本檔 那它可以分成 UI.R 跟Server.R UI.R就是客戶端的設定 就是用來建構說 你那個網頁表單 你輸入跟輸出的 基本的格式的一個下扣 那Server.R就是 在四不斷的設定 主要就是 你在 你在 如果你的Output 在寫你的code 在做預算的一個過程 還有處理它 你Input的進來 要Output的 什麼東西回去的 一些流程 那它基本上 可以簡單講就是 可以看 左方這張圖來解釋 它基本上就是 UI.R 它會丟入一個 像我們剛剛 那個例子裡面 左邊一個 Input的tag 然後把這個tag 丟到Server.R 進去運算 運算完之後 它會產生一個 Output的tag Output的tag 在UI.R裡面 就會變成這樣 就這樣 它結果就是這樣 那我們這邊細看一下 那個 我剛剛舉這個 HoloSigny這個例子 Server.R 所以我們可以看 Server.R跟UI.R 這樣子 然後它主要 它主要的一個最基本 宣告就是 你在UI.R跟Server.R裡面 最上面就是有一個 Shiny UI 跟Shiny Server 這個設定 然後你可以看到 在UI.R裡面 它基本上就是 你有一個標題 然後還有左邊的 控制欄 還有右邊的輸出欄 在左邊控制欄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是 放入我們想要Input的 運件 譬如說我們這個例子裡面 它是一個 拉法的運件 然後接下來 右邊就是 我們輸出的 運件是兩條影片 所以就把輸出的 Output放進去 那 對於Server.R的部分 它主要就是 我們必須要 它需要判斷兩個 兩個tag 一個是Input的tag 一個是Output的tag 一個是Output的tag 那這個過程中 你先把這個 Ui.R的Input tag 它就是Input Observe Obs 丟進來之後 它進去 在哪裏運轉 它的運轉就是 你隨機生成一個隨機變數 然後再化成直方 然後最後再把它傳回 Output Output List Plot裡面 然後再把這個結果 丟回 Ui.R進行 Input的輸出 那如果 如果你有的時候 你不一定是一天畫圖片 你也可以是 文字化的輸出 你在這邊的話 你就創作文字化的輸出 那細節的話 大家參考 Signin說明什麼都可以 基本上 Signin支援的輸入元件 就是上面圖裡面顯示 它支援各式各樣基本的輸入 比如說 你這個下落器選單 你是單選的 或是多選的 或是text area 或是一些拉法 或是文字的選項 或是檔案輸入 你就輸入你的一個 sd檔 或是 客製化的格式檔案 然後跟 勾選或是點選的保持 這些基本的 輸入元件都跟我們 平台上 網路機的輸入元件 是完全一樣 它完全都幾乎 它甚至可以 支援一些 更特別 客製化的一些輸入元件 譬如說 它可以支援你 輸入 願意 你可以點選幾號 然後它一樣可以直接用 格式 對 那接下來介紹輸出元件 輸出元件最基本的話 就是 我上面 圖上面 列出來這四個 那其中 就譬如說 是 普遍的輸入 普遍的輸入元件 這個是在R裡面套件 用 GGLAP畫出來 畫出來的 然後 或是表格的輸入 或者是 基本上 最基本的就是 就是R的 Output的輸入 上面就是 像這些 這個例子 剛剛前面 如果有 有書前面講的 你知道 就是基本上 R的 linear model的輸出結果 然後或者是 這個是 Googlechark的輸出結果 對 它也支援Googlechark 那 基本上 其實現在 章底發展到現在 已經 從第一個版本 2012年 7月份 出來 章底是0.6.5 它已經 有各式各樣的 requestion bag 很多使用者 有開發出來 那我這邊列出一些 就是 列出一些 比較特別的 特別的 應用程式 那我們這邊做一個 示例 例如說 這支 iXR版 這支其實是我們實驗室 開發的軟體 對 那簡單講一下 它基本上 左邊的話就是 我們的一些 輸入的一些產數 像 像基本上 我們就是 下拉式的輸入 或者是 text area 輸入 它要支援 然後 然後 然後可以看到 我選完 選完我的輸入結果 是用右邊會即時的 反應出結果 那你剛看到 它有個紅色框出來 是因為它必須要 它必須要透過 它是一個 即時運算的過程 它沒有辦法馬上 把我的大量的資料 做完結出來 所以它會有短暫的 一點error時間 對 然後 然後 它也同時支援 表格化的輸出 或者是 無片化的輸出 對 然後 對於這邊 這個User Guide是markdown的輸出 對 如果你要寫User Guide的話 在Sony裡面 如果你了解一些 Markdown的 基本的使用方式的話 Sony也繼續 Markdown 然後或者是 這個 這個 這個是 Java的 那個 D3的 固形的Library 怎麼樣 這個D3 這個D3 Sony同時也支援 Java的 固形的韓式 然後你也可以 很輕易的 在Sony裡面使用它 然後 還有這裡 這個是Google Chart的 對 然後 就是 Sony除了 裡面內建的一些 圖形輸出的方式 它也可以用目前 目前其他D3的 幫你 那個固形 固形輸出的結果 做引用 然後 接下來就是 我們如果今天正要 寫一支自己的 應用程式的話 最基本的話就是 UI.R跟 16.R 就是 把它編結完之後 在 R面子的這一段指定 它就配備進行 而且 它基本上 它是一個在本地段指定 就是它會開啟自己的 瀏覽器 然後 它就跑出來 像我剛開到的 那 當然 你在 在開發跟使用的時候 在本地段使用 當然是一個 你就在開發中 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或是 你給自己人 使用的時候 當然在本地段的指定 那問題是 我們通常 如果我們做出一個 網頁的應用程式 我們基本上是想要 散發給全世界各地人的使用 對 所以 Shiny同時也 就是支援 在網路上發佈的方式 那基本上 它需要一個 對每個 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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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連接 發發的 受 nu 在 GitHub 上面可以下載 它必須要在 Linux 上面的執行 或者是如果你不想要自己加上 server 可以在 RStudio 的 Grimer Server 上面 你就是註冊一個帳號 然後你就可以使用它 就像我上面註冊的帳號就是這個地方 點選進去你就會看到我的 我的 網頁的應用程式 另外一方面 如果你今天不想要在網路上面發布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綁成一個 Z-Pi 然後透過 Z-Pi 或是你把它放在 GitHub 上面 透過這些漁法 然後可以分享給其他人 就是讓人家下載在本地上 本地端上去 瀏覽器 進行 那最後 我剛介紹完一些專理的例子 然後跟什麼使用的時候 它有一些小東西我想要去教大家 就是在專理裡面有三個 我覺得相當重要的一些進階的功能 分別是 Condition Panel Random UI 還有 Java 什麼意思呢 你直接看地區會比較好 所謂的 Condition Panel 就是你在設... 你在... 好 我把它放開 你在... 你在... 調整你的書片 我想要選擇是一個 Normal 分配 然後它就會畫成Normal的樣子 可是如果今天我選擇是疊得分配的時候 你下面的參數會跟著改變 跟著改變的話... 跟著改變 所以... 因為譬如說... 如果... 大家可能稍微... 了解一下統計的話 你知道跟我分配 它有... 有兩個參數 就是... Ping 跟 Barrens 兩個參數可以設計 可是... 對於 T 分配而言 它只有一個參數 你需要設計 就是它的屬於 它改變... 然後這個... 這個選擇... 你選擇不同的... Select 然後它會... 你的... Condition Panel 你的... Input的選架 會跟著改變 這個功能之道 Tombition Panel 就是選擇... 可以支援哪個功能之道 然後另外呢 是... 叫做... Random UI的一個功能 基本上Random UI的意思就是... 呃... 我們剛剛講過的 選擇的基本流程是... UI.R 然後通過你 Input Input Tag到 Server.0 再從 Server.0 到你的... Output 然後到 UI.0 那... 基本上就是一個... 一個循環 那... Random UI基本上它的... 建議就是... 你不止一個循環 你可以重複多個循環 你的 Input 可以是 Output Output 是 Input 這樣重複的循環 那什麼... 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 它還在... 譬如說我今天... 好... 不好意思... 因為它可能... 無序這樣嘛 就是... 我的 Server 可能幫我調整... 那我直接... 講一下... 下面的節目 就是... 呃... 我剛剛介紹完兩個... 那個... Shiny的一些比較特殊的... 動態的 UI 應用之後 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 呃... 寫Shiny的話 呃... 我一邊介紹一些我的經驗 那我建議... 在... 開始選Shiny的時候 第一步應該先從編輯 UI.R 開始 你先設計你的頁面 必須要長什麼樣子 然後透過你的 Input 的 UI 之後 你可以知道你 Server 以外... Server 電腦裡面必須要放什麼東西 再來... 再來新作會比較方便 然後另外就是要注意一些... 光耗跟特化的使用 因為... Siny 的... Siny 的... 魚把跟一般的魚把有點不太一樣 它的光耗跟特化的使用 比較特別 然後還有就是... 我們建議... 要玩玩看那個... 那個... Siny 官方的 Server 就是... 你不一定需要... 自己加一看... Siny Server 你先玩玩看它們... 它們的... 功能 然後测試一下 再決定你... 是不是一個適合專給... Siny 的人 然後或者是還有我們必須要看一下 善意的官方教學會來討論區 然後最後事實上如果你必須要 進階的賺錢善意的時候 我們建議是你必須要 至少你可以讀任動HTNM CXNNJRFHTNM 因為這樣有助於你可以 把別人的套件讀得懂 然後你使用的方法 使用的時候會比較自由 因為有的時候你必須要 對於SRINI做修改的時候 這樣會比較方便 然後或者是 參考除了SRINI以外 更另外第三方的套件來使用 這樣可以幫助你的輸出結果更好 譬如說這個Google Vice 就是我剛剛有展示GoogleChart的 SRINI可以Operate GoogleChart 然後這個Google Vice 就是專門支援這個項目的那個套件 然後最後就是 當然是參考別人來的 那像我剛剛舉的那些例子裡面 他的原資碼都放在Etop上面 然後大家就可以看 學習之後就可以 不要轉掉去丟出來 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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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總統帶來給我分享 那現場請問大家有沒有什麼相關的問題 我這樣請問 他有沒有可能直接跳過那個 Etop在那邊跳過那個 會不會覺得一個部分 直接會 我們對檔會只是SRINI或DECO的資料進去 要不要亂去 其實 其實 如果你要這樣做的話 他比較 比較像是 他可以這樣做 只是 你這樣做的話 有點違反 摔你原本的目的 他就是 左邊讓你脫衣 然後跑步的出來 不過 他其實可以透過 他也可以 他也可以吃那個資料 然後再Up 再去做得到 他做的時候 Input 的那個位置可以隱藏掉 對 那可以隱藏 謝謝 那請問他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我想要問 就是說 他的輸入資料 只能接受 資料化的限期實行的資料 例如說 像是台風 台風 如果他正在移動 那 因為台風的資料 不是我輸入進去 是機器真正的 對 那有沒有辦法做過 這些儀器 對他 這可以的 譬如說 這邊有個例子 好的 他基本上 像 像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就是 他可以即時的偵測 這個 在R Prime上面 每個禮拜 被下載的那個 配體的數量 那 基本上 就是 所以 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你的應付 你必須要配置 一個精神的應付 在左邊的地方 你在 你在後段 在撰寫程式的時候 你的應付 你可以 你要把它設成 每多久的時間 去抓一個新的資料 然後他的奧特 就是兩名 可以做的 我 我 我補充說明一下 就是像Shiny這種東西 他也是可以吃 Local 或是 這套品的一套 他那個是在 R的其他一年 所以不會直接在 Shiny的功能 是用R的其他功能 來刷這件事情 那請問大家好 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那請問大家好 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我想請問 那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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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Output的資料 有辦法 做其他格式的Export 還是 他這個 他可以Export 算是 或 或者是其他的 可惜 嗯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他 譬如說 你還是沒有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你先把它下載下來 他可以自動 就是 變成一個文字 這樣之類的方式下載 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下說 假如會用 相信這網頁的話 你個人覺得說 他等於用事會在哪 都會跟JFP DISP檔案 這些網頁想要理解 好不好 我覺得他 一個最主要的優勢 就是 他是透過R 來做 所以我們應該講 R的優勢 最主要R的優勢 就是 人家進行 他有非常非常多樣性的 一些數值運算的方法 或是 普遍輸出的結果 那透過 所以 他最主要的方式 最主要有兩個 一個是 他是用R R這個統計 套 專門運算統計套件來執行 然後第二是 他用R寫的時候 非常的簡短 最後請問大家 還有沒有什麼 其他的問題 那 那沒有問題的話 請我們再掌聲 謝謝 謝謝 謝謝中文的分享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